就是這兩支G-SHOCK的電子錶 這兩支是全電子的手錶 那我之前在四年前買的那一支藍色的手錶 就是在我四年之內拍的所有影片 我帶的那一支藍色的手錶 它有點故障 它是半機械半電子 就是有機械指針 但是它也是數位控制的 反正那支手錶有點故障 那我有在想到底要去修它 還是直接買新的呢 反正我們現在有兩支新的手錶 我們就直接來開箱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怎麼樣勒 所以這兩支的型號是GBX100TT 這兩支其實是一模一樣的手錶 那我們就只是顏色不一樣 那我們就稍微打開來看看 到底長怎麼樣勒 所以一樣盒子裡面有保證卡的說明書 OK所以一樣 OK所以盒子裡面有保證卡的說明書 接下來就是G-SHOCK的酷炫的石頭盒子包裝 接下來就是一個真材實料的鐵鋁盒子包裝 接下來就是一個真材實料的鐵鋁盒子包裝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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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,那這一個版本 這是第一支手錶,這是灰色的 它不是白色,它是灰色的 我特別找一個灰色的 因為我不太想要白色的用髒 那這一支 這是灰色的手錶 它的錶帶是灰色的 跟我桌子的白色不太一樣 就是有稍微一點灰灰的顏色在裡面 然後我們稍微來分享一下它的外觀 它的錶帶真的非常軟Q 比我舊的G-Shock都還要軟Q非常非常多 它的錶帶這裡我也特別找了這一款 像是有雙扣環 我不知道這個到底是怎麼講的 反正它是一個H型的一個扣環 扣啦 然後它可以有兩排的扣環 我覺得這樣子是比較穩定 好,那這一支呢 我們 OK,那這一支 OK,那第一支是這一支手錶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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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?